双宋恩爱出巡 双宋脱手在漫步釜山宋慧桥,宋仲基婚前婚后不时被人捕获恩爱出巡照,日前桥妹在釜山水影湾游艇竞技场出席马拉松比赛,老公宋仲基做根的人夫等老婆收工,在双宋时分齐齐到海云台附近脱手在散步。 之后戴帽遮阳的双宋夫妇又妈时同行设计师到小店一度,被粉丝乔玉,拍下二人穿着围裙的进餐相片,王明督赞两宫婆好甜蜜甜娃找赵丽颖吸金失败。 命理师遭唤角怒切歌资深艺人甜娃日前说,要找赵丽颖拍电影《北京女儿甜娃想您》,其中也找老游鸟挂尸王心仪拍,不料最近两人姊妹戏强,原来是之前甜娃的海报太丑,换新版之后,王心仪发现自己消失一遭唤角,她心冷说,以后你们的事不要找我,跟我无关。 王心仪透露其实这出戏她从一开始就不看好,殷甜娃四处愁金主都碰壁,好不容易最近去南部想说服某老板投钱,最终仍失败,她也探编剧跟女主角竟是同一人,海报也差,他们一下说这样,一下说那样,有些内幕我不能说。 吴宗宪创造不败收拾,幕后推手汤宗林揭迷原音综艺圈近年一片搞目死灰,外有寒,陆宗一入侵,内因不景气节节衰败,有能力的钟声带几乎都选择出走, 却有一个人努力留在市场盼驳,他是汤宗林,185公分的大个子,双手开弓拉出三条战线,包括吴宗宪的宗义大热门,宗义完很大及孙鹏,陀宗康和曲中恒的国光帮帮忙,三个节目都是。 全时段收拾第一,不是短期,而是一纸。 尤其吴宗宪,像把刃,过去不会用的人和他合作只发挥五成功力,使来顿顿的,汤宗林却像磨刀石,将吴宗宪顿成利刃,用足十成十,大热门,玩很大。 两个节目开播至今,收拾没拿过第二。 汤宗林笑说,我们是在彼此最好的时候相遇,合作时他正进入入生最专注的时候,而我公司刚开,我想盼出一片天,就这么合作无间。 彼此最好的时候相遇,吴宗宪过去手上少则三个节目,多至六个节目,节目亦多加上投资外物,感情绯闻。 吴宗宪的心不定,录每个节目像沾酱油般不够投入,主持风格也略显降细,遇上好的制作人如沾仁雄,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就让他发光发热,夺下金钟,但有更多做几季就草草收摊的,五年前他事业下坡到半年没一个节目,最。 终于遇上汤宗林,一个从王伟中旗下培养出来,正想大展拳脚的年轻制作人。 汤宗林制作的综艺大热门开播至今点几率达四亿八千万次,综艺完很大超过三亿六千万,而国光也有两亿八千万人次。 在许多人放弃台湾市场,纷纷赴大陆淘金时,为何他愿意留下来? 他说,几年前我在伟中哥公司上班时就去过大陆了,在江苏卫视待了一年,学了很多东西,了解内地制作生态。 我的想法是,如果我们在台湾这么小的市场都做不好,那我们去了更大的市场能做什么? 其实,你看到在大陆成功的是个人背后,不知道的是死掉上万个,而去大陆拿到那么多资金的,谁真的做到收拾第一名的节目? 这个圈子不是没有人努力赚钱,不是没有人想要变好,但当大家都悲观去面对时,整个环境怎么会好? 每个时代都有必须去面对的课题,跟以前比,台湾娱乐业确实没那么好。 问题是,30年前的制作方式,为什么要跟30年后的做比较?30年前的人做节目也有辛苦的地方,但我没现在那么多发声管道让大家听见。 我认为,现在做节目找钱的方式,若没办法改变,我们就只好自己找方式活下去。 电视台制作一档综艺节目,原则上有三个收入,一是广告,二是海外版权,三则是冠名赞助。 电视台在提播制作费给制作公司去运作,但汤宗林综艺完很大节目制播至今四年,他丢入的本钱永远大过于电视台给的制作费,光去非洲录了三集内容, 外景成本不含主持酬劳及后制就花了六百万,说白了,就是几几都赔钱,杀头生意有人做,为何赔钱的他敢玩? 当然是为了品质,为了节目。 汤宗林笑说,我常在想,到底是有钱能让节目变得好看,还是把节目做好做红了,就会有钱。 台湾的问题是,大家都知道制作费养不起一家公司,或只能刚好吊着点滴活着,但却没人去想怎找到出路,这点我不太懂。 过去陶经营娱乐新闻制作人王珍妮,也是汤宗林重要合伙人,想到用节目打出来的品牌去延伸可能性,开了晚很大电商及实体店面, 把节目logo印在潮梯,帽子,水壶,行李箱,极有每一集节目中一人曝光行销,创造出商机及大值,在百货公司卖的时候是楼关,就是该层销售冠军,在雅虎营业额跟我们差不多的,是五印良品。 2016年还拿下雅虎商城金店奖,周边商品红到海外,新加坡完粉结婚时指明要整场婚礼穿他们的衣服, 让制作单位想到在新加坡,大陆开了海外商城,前两个月甚至有监狱受刑人,写信来要游戏衣服,因为受刑人不能上网购买,只能写信, 我才知道,我们的节目娱乐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人,后来照纳受刑人的要求,把黄,黑队服,和关主的红色衣服寄过去, 但记,的时候发现受刑人没留姓名及资料,该怎记呀。合作伙伴王珍妮笑他,受刑人的信都被检查过,当然不能留,就直接寄到那个监狱即可。 大个的好看娱乐如今有上百位员工,为演艺圈培养了许多人才,闲聊过程中笑声爽朗,极有想法, 而且对面演艺圈哀红遍夜从不悲观,问他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工作你愿意做? 他说,因为我不够聪明,只能做别人不做的事,人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能成长,学到东西,而且我认为不能做这行。 愿这行,遇到状况,做不好了,一定有哪里不对,我就努力找出问题,然后一直做下去,这是干这行的宿命。 当然这也是干每一行的宿命。这一行,改变是不变的定律,我觉得大家都太容易把失败推给别人,或推给环境, 也许这么想,自己会开心一点。 但自己在这行里耕耘了十六、七年,对娱乐圈多少有些责任,环境不是我们能控制的,可是我们现在做什么,这点我至少可以控制,想做不一样的事,那种心情,大过于一切。 汤宗林笑说,我欣赏汤宗林的自信,但又不骄傲,如今大热门,玩很大和国光都是第一名,他笑说,到今天为止是第一名,不过明天的事,我真的不知道。